我们今天的话要聊聊跟中医有关的话题 但是中医的话不是一般的中医 是科学汉医 那你说什么叫科学汉医 有听过科学中药 然后但是这个可能不止 这个是那么的简单的 只是一个把这个什么中药磨成粉而已 这边讲到的是 在整个中医的科学化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透过更多的一些科学数据 跟一些比较更系统化的一些事情 可以去反复验证 所以包括了说 把脉它可能可以仪器化 然后包括了脉相 如何去分析可以诊断 甚至还可以远距医疗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疫情期间已经被实验操作过了 那整个的科学汉医的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用力甚深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他是中西医师郭玉成 因为他本身是西医出身 那后来呢投入在中医汉医当中 郭医师早 早 来宣主持人早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对 好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你会特别强调的是 汉医不是中医啊 这个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原理 如果以现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自己认为的中医 就跟他讲了 他其实是不只是汉医 汉满人 汉满门回藏 这些都有他的 他都有医学 他把它合在一起叫做中医 OK 可是事实上我们讲的汉医其实是从东汉末年 医圣张仲景 他写了一本《伤寒杂兵论》 对 1700年前一直到现在 其实无论是日本韩国越南都把他当作汉医 为什么 他是同一个传承的 因为整个中医到了张仲景的时候 他发展到一个最高峰 所以他被称为医生 因为他总结了他之前一千两千年 这些研究的基础 这些所谓的进方都不外传的资料 他把它公布了 而且他把它整合之后公布 所以才写这本《伤寒杂兵论》 这本书不是只是用来处理传染病而已 他是借由传染病的处理方式来告诉你 整个他的眼镜 那这种想法其实就跟内经 《易经》一样 《易经》其实他是64挂 384咬 可是可以处理万事万物 包括你小到这只猫丢掉了 大到国家要打仗或者要外交 他都可以用《易经》来含挂 一样的《伤寒杂兵论》这本书 在1700年前 义正张仲景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的架构就跟《易经》是一样的 这就是整个中华文化里面 最深的一个所谓 因为我们讲西方文化是分析的文化 那东方其实是一个 搜集吗 他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归纳的文化 那这种归纳的话 他就会找到万事万物之间的共通性 那很神奇 这天然有点像大数据 有人不觉得吗 对 那本来我们不知道 1700多年前 张仲景他已经搜集了他 他有知那么多病人啊 他之前已经 他的老师跟老师一直传上去 他把在序里面写他的传承 他们都把他写下来 从齐博上一带一带传下来的 所以搜集了几十万笔 对甚至是政府一直在累积这个资料 而这个资料是不外传的 所以叫做进方 等于是官方资料 OK OK 那这个官方资料其实我们现在就理解 我们现在用做大数据 我们做了30几年的大数据 原来他其实就是一直在累积这些数据 然后分析这些数据 可是我们靠电脑去帮忙 跑出他中间的脉络 规律什么的 但张仲景的1700多年前 他自己靠他自己去归纳分析整理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他每个人都像外星人一样 有超能力一样 但是其实这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我们后来就发现 他背后的原理 他其实就是用西方医学 西方的这些科学里面的 复裂分析之后 他就用时间领域转到频率领域去 那那些古代的那些名医 或者那些游民的医生 无论齐博或者是张仲景 他们这些人 他们其实某种能力都代表了超能力 所以上次我来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李时珍的 第几代的子孙 还有这个可以透视病人的能力 真的假的 这个是在史记里面记载的 史记里面跟你讲说 他眼睛像X光一样 对像扁鹊去看病人 他是从他的老师长长精英 人家学这个方法来的 那我也去找这样的老师来拜师 然后呢 我学不会 因为我的脑袋是科学脑 我必须像这种卖整的方法 用电击的方法我就懂 可是那个方法 他没有办法把它科学化 就学不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本书里面 讲说科学汉译的关系 因为科学是什么 他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让你可以重复的 你学会了 你告诉我这个方法 我就照着做就得到一样的结果 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在古时候 一直很难传承 因为他没有这种可以重复的方法 也就是操作型的定义 所以难怪你在这个书里面不断的讲到 这个医圣章重景 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断的 因为你这样读中他 所以原来他在过去用了一个类似 大数据的概念 然后整理出了那么多属于汉衣的部分 而且照你这样讲就变成汉衣事实上 中医是比汉衣更广 汉衣是比较窄 指的就是那一条层 都会你来 其实全世界都有传统医学 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原理 只有中医里面的汉衣 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传承的 那这个传承其实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 1971年尼克森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不是掀起一个全世界的针灸热吗 可是针灸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那美国政府就很希望知道 就跟北大这些做合作 想去找出针灸背后的最重要的原理是 经脉 可是一直都找不到 像美国人就是着重在觉得经脉就是神经 可是有些人觉得经脉是血管系统 但是其实都是也都不是 因为我们在植物也有经脉 比如说一个西瓜里面就有经脉 第一等动物也有 包括这些什么扎蒙什么这些 它都有 只是它比较少 等到人是万物之灵 它有12条经脉 可是经脉到底是什么 这个中国政府在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 把它当做医学上核心的问题 就是它用五年计划是国务院里面来推动的 第七五个五年计划失败了 找不到 第八个五年计划还是把它当核心 还是找不到 这样一直到第十二五都还是失败 一直到第十三五它才开始看到一个端倪 原来它不是神经也不是血管 但是呢 它在胚胎的时候没有神经血管的时候就有了 等到长大了之后在发育的过程中 慢慢它就支持着这个神经血管也发展出来了 可是呢 到底它怎么运作的 那到现在十四五计划还是解答不出来 可是我们台湾在二十几年前 我们就开始用麦整仪去量测经脉 而且可以客观数据的把它量测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科学的汉衣 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 汉满门徽藏苗瑶都有的 而是只有汉衣一直有这个传承 那这个其实连日本人 韩国人 越南人 它历代的名义都说 它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传承 哦 OK好 因为我们会讲这个的原因在于说 我们待会接下来会讲更多 有关于呢 就是到底 因为郭医师发明了一种叫做麦整仪的 就我们过去的话呢 想象中的中医就是 最神奇的去把麦嘛 好像算命一样 光是摸摸你的麦相 就会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这个真的是还蛮神奇的 但事实上呢 听起来就很很难 我们刚讲很难被传承 很难被复制 或者很难被分析 那呃 这个郭医师就透过科学的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的话 还可以去取代 而这个把麦 那所以这个话题 呃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 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休息会 回来聊这个话题 以及呢 接下来还要聊的是 他这本书啊 科学台语的养生 也教大家的很多的一些呢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有任何的Long Covid 这样的后遗症 怎么样进行养生 里面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介绍 你们休学马上回来 好 回到来学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啊 这本书啊 这个叫做呢 科学汉语的养生啊 就是中西医郭玉成博士到我们的现场来聊这个相关的话题 那先前的话呢 过于是实际出了本书叫《血压的秘密》 那本书基本上就比较是 比较focus在谈 有关于麦整衣这件事情嘛 那但是这本的话呢 就是延续的啊 这样的一个内容 但是讲了更多的在应用上面的 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养生啊 怎么样子去进行 那我想一开始回过头来 我们讲到说这个麦整衣 我觉得还是蛮好奇的 也跟大家再聊一聊 我看你好像也 过去这些年不断的在推广中嘛 这个郭医师的麦整衣啊 这个还曾经拿到过 我们的国家新创奖 当中智慧医疗新创企业奖 他的样子有点像是血压剂对不对 他就是说把麦整衣跟血压剂合在一起 这样他只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医疗仪器 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讲 中国政府他其实已经努力了四十几年 他其实没办法去用科学方法把经脉量出来 那其实我的老师 就是这个中央院的王怡公教授 他其实在二十几年快三十年前 他本来是在做神经科学的领域的 突然有一天看到一本书 是这个交大的魏林云教授 他写的一本书有关针灸的研究 后面就附了一个他用现在最新的 那时候最新的压力感传器 去量测血压波的分析 他看完之后就忽然 发现里面有魏教授没看到的秘密 他把他数据 他把那个数据稍微转换一下之后 十二经脉的讯息就出现了 什么意思就代表说我们在把脉的时候 他手上把的是血压波 血压波 血压波 只是血压波你要去分析它 你要数学的方法 那魏教授也用数学最常用的 负列分析方法去分析了 可他分析出来之后 他少做了一个部分 而这个部分刚好我的老师王怡公教授 他看到这部分 他发现了原来这背后有个很大的秘密 他就把他神经科学已经做到science nature 这个层次的研究都不做了 他就转来做这个 中医的科学化的领域 那他发现了什么秘密 就是经脉 经脉 原来我们把脉在把的是十二经脉 而其实他就是血压波的血波 然后这个事情你看 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 其实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知道 那我是在那个时候刚好 去他的实验室去做实验 我就发现这个事情这么有趣 然后他那时候他的学生里面都没有医生 他就问说 问我们班那四十几个医生说 你们要不要来当科学研究者 每个都说你做得很好 但是我要去当医生 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要实习了 只有我很真正的想这个事情 我就下定决心 开始从医学 然后大学再延长一年 把中医学分修完了 然后再进到台大爱理所 然后最后进到台大奠基所的医学工程 跟着王怡公老师学这个方法 所以你念电机是为了 跟王怡公老师做研究 这样子啊 因为他已经 所以你本来是学医的 我是医学系的啊 我以为你是先电机 然后再转 不不不 我是因为我为了做这个研究 我才换跑道 而且一股脑栽进这个电机领域 念了七年的博士班 因为太难了 那为什么你那个什么卖诊仪 或者说一开始的血压波 非得要用到电机的知识不可 因为这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后面的复列分析 在医学院里面没有教 只有在电机学院有教 因为他是在两百多年前 发展出来的知识 那这个知识只有在电机学院会教这个 那我就得去学这个事情 哦 这样子 而且学这个之前 要把公术都念好之后 才可以上这个课 所以他是 为什么要念七年 就是前两年很痛苦的 因为都要去修电机最基本的学分 否则资格好过不了 所以我们那年 我们那年就做了一个改变 就是因为其他的这些台大的医生 资格好都过不了 只要去改方法 变成是不要考三电两术 变成直接考应用电学就好了 可是我已经考过了 真的好话 甚至越听越艰深了 但是回过头来看的话 女性定义系的目的 为的是要把它给仪器化而已 还是不止 有更多的 知道背后的这些数学的科学的方法 就是现在所谓的医学科学家的观点 在那个时候我们最早就是被 被吸引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现在大家最夯的就是 医学科学家 所以我现在这学期 开始要到阳明交通大学的 这个传统医学所去开课 去那边教书 那因为阳明现在最 最热门的就是要希望医生 不只要当医生 要当科学家 要当医学科学家 然后才能够做产业的创新 然后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二十几年前在做的事情 OK 好我们续续再回来 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郭玉成医师啊 来聊这本呢 他的作品啊 这个叫做科学汉液的养生 呃在进到养生之前的话 我们还是先聊一聊啊 呃就是他在推动中的这个麦卷移 以及到底把麦在拔什么了 你刚讲说这个水压波 然后看的书里面也讲到很多的一些所谓的 呃斜波就斜条的斜 对不对啊 讲到就是说 其实每个麦相会对应于什么12经脉 那每一个经脉又对应于什么 不同的脏器 然后不同的邪 邪波 邪波对对对对 然后的话呢 呃就是量啊 这个邪波之间 呃原本的什么变度 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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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从这个 呃等于是乱的部分去处理 而这平平均的部分就呈现出来你的麦相 对 这听起来 呃对我们那种不是学理工的 其实坦白讲有点尖色 所以这才为什么我得花呃 呃两年的硕士跟七年的博士去学这些知识啊 嗯 不然我本来当一个医生 当西医好好的啊 我的同学现在都当到长庚的院长了 是啊 那我我还在我还在升等要当副教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这个领域其实是很艰深的 嗯嗯 那更重要的是 我就刚才讲 我外公老师是看到背后的秘密 原来这些斜波就对应到经脉 嗯 那我就是从我外公老师身上 是 学到这个东西 这简单说就是说你可能以前把脉 你不知其所以然 对 那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后面跟这个血压波有关 而且就可以跟科学领域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 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这些生病 比如说外感 嗯哼 我们怎么会知道外感 外感是什么 对 我们如果是这个COVID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去验 它里面有没有这个病原 嗯 可是最重要的来讲 它是身上一旦有外来的感染 它脉相会不会不一样 嗯哼 那我们其实只要去分析脉相 就可以知道 嗯哼 更重要的是 它不会只知道它得到什么病 它更重要的是知道 告诉你要怎么处理 它背后伤重景就是已经完全对应 把脉一直到症 就是你会有什么症状 到怎么去治疗的药方 它都完全把它标准化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透过你们发明的这个脉相仪 然后呢去清楚知道 它这个脉相是取什么 我就把张仲敬的这个 经方 对应上去 完全的match 那这样还需要医生吗 我们后面这句话就不能讲了 再讲下去之后我就会消失了 哈哈 因为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在于 嗯 跟AI的情况一样 AI会不会取代人 会不会取代医生 会不会取代律师 会不会取代 这个大部分的工作 其实这就是看人类怎么去善待这个知识 当越多的人 善用这个知识 他就变成为人类服务 当我们都排斥他 那到最后就会 被打压的人 他力量会越来越长达到最后 他就 一夕之间他可能就 把这个能量 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 全部都取代掉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到的状况 如果医生 他不愿意去学习这个新的知识 到时候只好用AI来取代这些医生 所以你意思说如果说 换一个角度去看他 如果你把他当作一个辅助的 你可以跟他一起来治病的话 那对于开发者 就会希望我把它开发出一个界面是人机 可以医生跟他可以互动 那我请一下医生 你说用你们这个 引发出来的脉象仪 意思就是说 以后他的精准度 会比医生把脉来得更精准 当然 为什么 因为人的触觉是有限的 而且人会疲乏的 可是机器不会啊 像我现在更重要的是 医生的训练很难 以前我去学把脉 跑到山上去学 我拜了七八个老师都是学把脉 然后每个讲的都不一样 到时候我跟老师说 其实你家传那个方法 背后是这个原理 他听了吓一跳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是我们历代 我爸爸叫我背 然后我爸爸是他的爸爸叫他背 然后不知其所言 把他硬背起来 可是你为什么知道这个原理 原因就是科学背后 可以解释这么多未知的事情 那这是为什么要强调说 为什么要用科学的汉音 因为一旦这种科学方法 我一下子可以训练上百个医生 上千个医师 同样的 这个脉疹也是可以量产 只有一次可以生产几千台 几万台 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阻碍了 但问题在于说 一般的中医师在把脉的时候 不都有什么的望闻问怯吗 所以他不只是脉而已吗 这样说好了 他如果你都知道脉疹背后的原理 你就知道望疹背后在望什么 也就是说 当我们可以从脉疹知道经脉 我们可以从望疹知道 我们可以从闻疹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用问疹的方法 把他问出来 所以就还是需要医生 所以我听说医生不用担心 医生不用担心 但是这样说好了 医生到最后在做什么事情 医生到最后是必须跟这个病人 详细的解释 以及告诉他怎么样来配合 整个治疗的疗程 这就是变成是 我都常常开玩笑说 我们以前当中医 就像是长山造者龙 十八般无一样样精通 可是我在上课就跟学生说 你为何你要当长山造者龙 还是要当F16的战斗机飞行员 你有了脉疹 这套仪器之后 你等于就是像F16战斗机一样 他里面有非常好的电脑设备 他同时可以锁定12个目标 然后按一按钮之后 12个飞弹都打出去 那就是跟12斤脉一样 然后更重要 他会知道立刻收台讯息说 那些敌机是不是都被你打败 都被你攻击 然后被炸毁了 你的目标要不要达成 这就是我们现在卖整理在做的 因为我们已经跟AI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全部都已经整合在一起 那就是因为科学化 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这个脉象 12斤脉 假设经过这个脉整衣 都统整在这个理念了 他可以非常精准的拔到这个脉象 但是对应于相关的金 你们叫金方对不对 对 就是楚方的概念 那他也是要回到1700多年前的金方 他没有新的东西 他没有任何经过岁月的掏袭 我不晓得中药有没有变多 还是说他的应用方式有没有变得不一样 不是他在调制催炼的方式出现了更精进 也因此需要改变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 这样就是双耍了 张仲敬丹丹的训练 里面讲说 他是健病之源 他就是帮助大家知道 他的源头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研究金方 就会知道他的后面的原理 中医的后面的硅精 跟你的把脉精脉是一样的 那这些所谓的寒热 或者是这个虚实这些问题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之后 更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新的药的发明 不只是譬如说台湾的国宝牛章枝 一般人知道他可以治癌症 可是不是每个癌症他都可以治啊 也不是这个病人得癌症 他治的有效就一直要用 那怎么用 我们就利用麦整衣来看 就是原来如果肝火大的人才可以用 那这个肝火大就是第一胁迫的问题 那这样子我们就用牛章枝 就跟比别人来讲安全多了 而且精准多了 别人可能一天要用十几克贵死了 一克多少钱 那对我来讲我只要一克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他背后的原理 我们都知道了 那等于会透露出肝火大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对 这就是科学的方法 大概会印出什么药吗 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一步 可是我们这部分 科学是这样 你做出来之后 你必须发表论文 然后才能够取证 取得这个国家的认证之后 你才能够去Claim 否则你就是医疗广告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都是一步步 就像我们 我大学 我博士班做论文是预测死亡 那这是一个 对大家最想问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台大的安宁病房 做这个研究 我们就做出来 原来第一胁迫跟第四胁迫 乱度变大的时候 他就会有死亡的危险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超级电脑 那我们现在再去repeat的实验 我们就有找了光死亡的病例 就上百个 然后其他这样一分析 因为AI一跑 果然不只看到第一跟第四 可以完完全全用一个AI 把它算出来一个model建起来之后 了解 我就会知道三天的死亡率是多少 十天的死亡率是多少 回推当他这个面向 呈现这个样子的时候 对 接下来就代表达他多少天之后 可能死亡 他就会死亡 对 这个还蛮 这个其实就是他只是用在诊断而已 可是张仲景他已经更高这个境界是 我知道你三天后会死亡 可是我要怎么救你 如果我不处理 他自然的发散了之后 他就死了 就乱度变大 可是我的好的治疗就是乱度把它收敛回来 他就稳在那里了 这就是我在台大安宁病房看到的一些 说他那个病人本来快死了 怎么第二天去他还在呢 我就问主席说你做了什么事 他说没有 这个病人就贫血 我就给他输血啊 输血之后数据都回去正常 病人也是变好了 所以只要是对的治疗 无论中医西医 他一定会改善 所以为什么说科学很重要 你一旦科学化之后 中医的经脉也可以用在中医 也可以用在西医 也可以用中药来处理 也可以用西医 中医跟我说不要听西医的 去看西医叫我不要吃中药 病人无所适从 所以一天到晚接到台大医院 转病人来给我看 因为来找我 我又是中医又是西医 然后我用科学的方法 那别的医生他也知道 我用科学的方法 他们其实也在跟我合作做研究 会知道说 原来他不只是可以在安宁病房 预设死亡 他用在其他领域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肾脏科领域 知道这个病人快要肾衰竭了 他是有一个趋势 可以用把脉把出来 这我们已经都做完研究 也发表在国际的论文了 那这样的题目 我们现在多得很 我们手上至少有十个IRB在进行 都是在做这些研究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他科学化了 科学化就可以 中期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是在印证 张仲景他过去知道的事情 在这个基础才能去发展新药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牛章之 或者更多 台湾有很多很宝贵的 这些食物新药 可是呢 你就算知道他有什么药效 可是你什么时候用 这个就是一个临床最难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 因为我们从张仲景身上学到 原来你要去治一个病 你不是只有单一经脉 你十二条经脉的气氛 血分都要稳定 那光算这个事情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工程 如果没有我们电脑 我们现在根本做不到 所以张仲景你为什么1700年 他做得到 这就是我们佩服他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觉得他是一个外星人来的 这个就是很多人持这种观点 我们休息再回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尤其呢 最大的时间很多人呢 包括天气这个变化非常的大 非常的快 包括流感 然后包括呢 还是挥之不去的 这个新冠疫情 到底该怎么样进行养生 马上回来 好回到来一期时间继续来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科学汉医的养生 这本书的作者郭玉成 中西医来聊天 我们聊了一部分呢 属于这个科学汉医 这个一些想法 以及如何的让这个汉医中医都能够更加科学化 我想这次这段时间 很多中医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那国际这件事上呢都还蛮 这些年还蛮流行中医的坦白说 就是什么针灸啊 什么把脉啊 甚至什么禅定啊 我想这些都是啊 好那呃 如果说把应用在生活当中 像最近的话题就是COVID 对不对 COVID实际上在你这本书里面 呃 定义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外感 而且呢 在呃这个郭医师书里面特别提到的是 包括您自己是不是 还包括你小孩 都没有打疫苗 对 然后呢 就看着呢 呃这个小朋友的班级里面的人 一个一个染疫啊 那这郭医师的儿子呢 依旧的毅力不摇 我想说怎么这么的神奇啊 好 所以呃 你跟我们说明一下 从中医的角度呢 从汉印的角度来看COVID 以及呢 要不要用疫苗 或者说接下来的话呢 碰到疫情过后的后遗症 到底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这个其实对一个 我是又是中医 又是西医的人来讲 其实是本来是很大的矛盾 后来理解的时候发现 其实这就是中医西医最大的差别 嗯 我们在当西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去把这个病毒 identify 特别的知道说 它是哪一种病毒 嗯 可后来我们就发现 我identify出来 它又分 alpha beta gamma 一直这样分 它是一直在变动的 对对对 但更重要的是 不是只有这个病毒啊 像我们在前几年 我们是全部都守一个病毒 嗯哼 可到今年我们已经不能这样做了 嗯 我们不可能一直把人隔离 然后只全着盯着这个COVID而已 现在有七个病毒在流行啊 可是你要 你总不能打七种疫苗吧 嗯 甚至更重要的是 你打完七种之后 它可能发生第八种 就跟那个十大枪一样 一样一样 你把前五个抓完之后 后面五个地捕上来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矛盾的啊 就是我们的政府不断的呼吁大家 要去打疫苗 但你就觉得说 这个疫苗到底它对疫苗 我打了COVID的疫苗之后 我变成流感 我打了流感之后 我变成肠病毒 我打了肠病毒 对不起肠病毒没有疫苗 那反正最危险的肠病毒没有疫苗 那我干嘛打 嗯 那我怎么办 这就是中医跟西医最大的差别 嗯哼 我们中医其实是 我应该拉 把你的免疫能力拉起来 嗯哼 让你有一个完整的防抚王 嗯 所以我在门诊 如果不是因为法定规定要戴口罩 我以前从来都不戴口罩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必须要正气存忠 邪不可干 更重要的是 你本来就在自己有免疫力 我本来就是藉由跟大家的接触 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化 互相接触 或者说你就 你也分享了别人的智慧 你也分享了别人的微生物 哈哈 ok 那你分享这个微生物过程中 这是已经现在都有输出出的就是 他不是只是看到这些病毒细菌 其实包括很多细胞都跑到你身体来了 嗯哼 那这个过程中就是人类里面 人类社会里面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 嗯 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生病 嗯 你就要把你免疫力拉起来啊 那免疫力怎么拉起来 你生病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从脉神看到的 其实你一旦生病的时候 是你的经脉已经不平衡了 你就容易生病 同样的生病之后 你的身体会被病毒或者细菌drive 去对做它最有利的事情 嗯 我举一个例 疟疾得到疟疾这种 最人类最长期以来的传染病 他会什么 他会发热 有的会两天发热一次 有的三天发热 那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他的虐原虫 他每三天或者两天 他已经繁殖了 他要把它散播出去 他就让你的身体发热 让蚊子来看到你 然后盯了你之后把它带走 那这个过程中 整个是个演化的过程中 那我们人 要怎么不被寄生虫drive 他就是要免疫力好 嗯 所以有些人 会具备有抗疟疾的基因 那就是什么 地中海性贫穴 这样的病人 他是比较不会被 疟疾传染之后 产生致命性的 影响 那这样子 那就是演化出来 同样的 我们的脉疾也是这样 就是你其实 一旦生病之后 这脉相是在变的 你有共同的部分 譬如说所有的外感进来 他的第四斜坡 第七斜坡 都会上升 可是之后 其他的斜坡 就跟着变了 甚至是有了 一阵子之后 第四斜坡就降了 第七斜坡就起来 那这些变化 那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告诉你 他处理方法都是不同的 所以到最后 我们不是去医不同的病毒 或者细菌去处理 而是我们有整套的方法 去提升你的免疫力 对 就跟打仗一样 那我不会分说 我今天要跟韩国打仗 我用哪些军队 韩国如果从海军来 我就海军去对抗他 如果是日本从空军来 我当然空军对待他 我有自己的训练的兵种 去对待敌人 这才是我们 整个中医的思考体系 OK 那你们觉得 要该怎么样提升免疫力 很简单 回到老生常惨 野人羡慕的方法 你一定要保暖 好嫩 你该戴帽子的时候 你要戴帽子 你要该戴手套的时候 戴手套 你不要打仗 台湾那么热还要戴手套 冷的时候那几天不觉得 那些病人 需要戴手套吗 那几个病人 我一把脉手都冰成那个样子 我说你怎么不戴手套 他说 别人会笑我 我说你干嘛怕人家笑 你身体健康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手 跟脚跟头 其实他说这个loop的 就是有一个血管床 他其实这个 你如果都打开散热就很快 你心脏的负荷就很大 所以他到时候 他是守不住的所在才冰冷的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 你穿衣服要穿到什么什么地步 就穿到你手是暖的 那是冬天喔 可是到了夏天 夏天很热 你如果穿太多 你就中暑了 所以 你为了避免外感 士气寒冷 就你穿衣服要穿的适当 就很重要 穿的适当是什么 他不是穿的跟流行一样 而是你不同的材质 棉毛毛 全全都不同 甚至有些人穿羊毛 他就过敏了 那就是体质的问题 所以你要怎样去预防外感 其实就是这些生活上的作体 外感就是指外来的感染 感染 外来的供给 最主要是温度 所以你 从温度开始之后 我们这样说 我们的皮肤本来是个很好的绝缘体 一旦它干燥的时候 可是一旦它潮湿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导体 那所有这些维生物 它要进到你的身体 它不只是要能够去跟你的皮肤接触 更重要它要跟你的电荷 以及这些我们后来讲的recept 这些都跟电荷 电位都有关的 它要对的这些电荷 它才能够进到你的身体 所以我们中医就是要告诉你 随时要保护好自己 包括有人早上起来 就打批评说 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体要用IGA 这个飞弹系统在防御你 把病毒细菌都挡在外面 不让它进来 等它进来之后 你就变过敏 就用IG1了 那是因为你的IGM跟IGA 都用完了 等于是你的飞弹用完 才用地面部队一样 OK 所以我们整个中医 再怎么样建议免疫 你就是要调控这些免疫的细胞 跟这些抗体的制造 防御跟整个的动员 那这怎么做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你一定要有讯息啊 你要从 知道敌人现在怎么部署 那这些资讯都在哪里 都在血压波里面 就在我们的脉象里面 那怎么来呈现 我们人体里面只有12血波 就跟我们的5G一样 我们的频宽就是有限的 我就必须利用这个有限的频宽 去承载最多的资讯 那这个资讯就在血压波里面 包括我们的基因要怎么表达 都跟这个血压波是有关的 所以你看我们不要说什么 从休息变到运动 我们心跳就会加到一倍半到快到两倍 其实我们血液的分配就不同了 单数的就拿不到血了 单数的是哪些 这个肝啊 胃啊 皮啊 那跑到哪里去 跑到246啊 2是我们的脚啊 4是我们的手啊 6是我们的头啊 它就是这样分配了 所以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共振性 是这样子分啊 是 它的这些原理都是跟 这些设计斜波是有关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医掌握了这些经脉 就等于掌握了人体的使用手册一样 那中医其实就是 我去量你的血压波 就知道你现在身体处在什么状况 等于是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个因果去截获纳税的情报一样 因为它背后的这个密码的编码 其实就在血压波里面 那我去学电机工程 就是去解这个密码 对 所以解完码之后的话 就郭医师的说法 就是说事实上真的用药的话 可能单方就够了 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 你每次拿个中药回来 里面一大堆的各式各样的 这个药方在里面 是真的这样子吗 那然后的话呢 如果说不用打疫苗 就可以面对这个COVID的话 那如果已经染疫的了 现在好多人都有后遗症 那又怎么样进行养生呢 我就先马上回来 好回到来一圈时间 继续来现场邀请到了郭宇成医师 来聊这个科学汉医的养生 讲到了这个最近长青冠中 真的好多人有一些后遗症 各式各样 我看有那种什么 有群麻疹的啦 就皮肤变得非常的敏感 也有那种心脏 因此都会觉得不舒服的 还有人重听 就突然间丧失了听力的 然后呢 腰酸背痛也很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中医的角度看的话 怎么样去处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其实病毒进到人体之后 他不会只有走一条路 你可能这边挡在他 不要让他从红红的进来 他怎么办 他去攻击你的耳朵 去攻击你的眼睛 那对一个医生来讲 他当然同时要去处理这个 广泛的复杂的状况 那在中医来讲 就是分不同的经脉去处理 那其实病毒细菌也是一样 他尽量你身体 他也是循着你这些 交通药道去攻击你 所以一个好的治疗 一定是要全面的 所以我们中医来讲 我们十二经脉气血 其实都必须同时去兼顾它 那医生当中你之所以伟大师 在他那个时代 他就把这些所有的变化 就跟疫情的变化一样 384种变化 都已经把它整理好 你走到哪一个摇 哪一个挂 你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它 你就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但是它是动态的 所以你就必须不断的去量测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发明 这样的一个仪器 把脉枕仪 包括老师的脉枕仪 跟血液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样子 他才能够取证量产 然后可以 让每个民众在家里面 就可以自己量 你量了之后 如果你可能吃一天要改善了 可是他跑出别的症状来了 那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要不要去找医生 你在家里量完之后 上层资讯我就知道说 你该回诊了 对 我就是好方便 听起来真的很方便 更重要的是 他每个人都可以 从这个检查里面看到 他是不是已经有改善了 还是在恶化中 很多小孩子半夜在发高症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你只要去量测完之后 看他的乱度是收敛还是发散 只要收敛你就安心 虽然他在高少 可是他慢慢就会降下来 可是他如果在发散 就算他一直在睡 你反正要烦恼 他可能昏睡就不行了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 这个外科交流面 去看那些昏迷的病 原来他脉象 同样昏迷 他有不同的状况 那这些才是我们现在 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够 用这个方法来保养自己 因为有太多的健康食品 健康的产品 一直在跟你说 这个好 这个好 可是每个讲好都是一样 比如说你讲对膝盖好 对你的膝盖好 对你的肾好 这个不好 那你就必须去量测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我今天是制的这个 这个有没有变坏 或者这个也变好 那这样子我才可以继续做下去 否则 以前有这个卖磷子卖得很好 可是到时候那些人都去洗肾 为什么 这些磷子里面含一些成分 有机者是伤到肾的 他是对可能对某些好 可是对肾就不好 那不知道你就一直吃 觉得我吃了之后变好 他其实迷信说我只要一直吃 长期吃就会变好 但是他其实过了一个转机的点 他就要换了 为什么 脉象也变了 然后环境也变了 天气也变了 你总不会在冬天的时候 穿T恤吧 你也不会在夏天的时候穿棉了 这就是人生存的智慧 但是你刚刚讲到家里面 如果说有这个跟血压剂 共同结合的脉象医 那我既然测出脉象不一样了 还是等要由医生来诊断 然后开药嘛 对但是至少你会先知道说 比如说你现在要不要去看医生 你量了之后 原来这个情况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用预防的方法避免 我真的被感染 而且我是喝水 然后休息 没有办法完全好 你就要去找医生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先把这个资讯上传的时候 医生看了之后说 告诉你 你要先做什么 比如说昨天放假 就有人小朋友发烧 那我怎么办 那也许刚好 他上次有留一些药 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先吃哪一个 那这样就可以及时的帮助了 那更重要的是 像我们现在必须在美国 结果我们现在美国病人 他感冒了 我要寄到那边三天 来不及嘛 所以我就要在美国 最近在设一个点 一天内就寄给他 他能够去处理这种动态的变化 那这就是科学汉医 他就会自然会有这样的需求 跟这个攻击 会达成平衡 OK 好好 那我们最后就讲一下 那个Long Coffee 那到底现在有些 就已经 是已经有这些后遗症了 那怎么办 很多都是伤到肺 伤到肺什么 肺的血分 那这个其实是现在的 大部分的西药 或者大部分的中医 他不会去注意的 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除了伤到肺因之外 他同时还有其他的经脉 你就必须同时去处理 我举个最前例子 同时伤到肺 大便又不顺畅的人 中医就常用性仁 把他的肺热从大便卸出去 可是他如果这时候 同时又有寒气 你要怎么处理 你可能就要用麻黄啊 可是如果这个人心脏又没有力 你就要再加桂枝啊 可是你到底要怎么用这些药 对不对 在脉疹里面 他对这些十二经脉 他都有虚实的显示 让你看得到 然后你用完之后 他好了他就收敛 所以这些治疗 他是动态的 这是为什么西方 医学治不好的原因 我一个西医就是因为知道 原来这个坏事 西医都不知道的 我才跑来做 中医 因为这个方法 一旦用科学做下去的时候 他可以解决很多西方医学 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有关于Long Covid 事实上在西医部分 比较难产 但是中医比较难解决 对我们做的是 比如说打疫苗 让你免疫上来 让你进不来 然后吃抗病 让你病毒不要制造 可是他已经进来了 又跑到到处去做乱 你要怎么收拾 这个收拾残局的能力 就是医生当中 你在1700年写的 上海杂病里面的杂病 就是你就像暴风雨来的时候 台风来你前面是急性的 可是你到后面 你要收拾残道 因为道路坍塌了 土石流什么 这都要解决 那这些就是Long Covid的现象 那在张仲敬的书里面 其实都已经有记载 只是你怎么知道 这个说是这样 你完全用症状来分 其实是分不清楚的 它其实是跟脉相是有关的 所以张仲敬每一章节都写说 太阳病脉症病治 是先讲脉再讲症状 所以你之后症状来治 你就会叉字毫米 14千年 可是你用脉来掌握 就很精准 而且其实以目前来讲 它完全是数据化 科学化 更重要是每个人都看得懂 包括病人都看得懂 OK好 所以有关于科学和医 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医生 都在努力推动了 然后更多的医院诊所 也都在使用 也都接受这些想法 那我想更好的未来 当然就是中西医 可以都为病人所用 对 不管说养生 或者说一些治疗来说 那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状况了 好 非常谢谢郭宇诚医生 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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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